各位歐唐來網友大家好 我是Kevin Honda HR-V 不久前發表了預賞會 我們在現場也都看到 這個車子的內裝外觀 還有它的這些基本的規格 那一次的預賞會 其實等於就是發佈會 但是就是缺價格 但是這個車型它已經公佈了有兩種 一個是S Plus 版 另外一個就是比較Prestige 尊爵版 所以這兩種車型非常簡單明瞭 但是大家最想要的是什麼 E-Half 版本怎麼沒有 這次只有1.5的 121匹馬力 44.8公斤米扭力的汽油引擎 這樣怎麼行呢 以前HR-V好歹是1.8NA 現在怎麼降級成1.5NA 所以很多很多的網友對它 其實心聲不滿 或者是說本來很期待的 結果哎呀等等等等 但是呢 其實這個HR-V 在今年這樣子的出現 我認為還有很多 背後大家不知道的Honda 以後在R-V這個車系的定義 有很多的這種可能性 我會為大家來做一個猜測和預測 大家聽我慢慢來講吧 我們先把這台車好好的試一下 跟上次是Fit的汽油版一樣 我們試車都一定要找最帥的那一台 對不對 這一台就是它的比較入門的S Plus版 加上所有的你可以加裝的全配套件 所以這一台帥吧 先講一下這一次HR-V的S Plus版 其實它在配備上面 就等於以前的S版了 甚至還更好一點點 所以基本上它已經一開始就給你很不錯的配備了 譬如說你想要的東西都有 包括Keyless 包括這個 就是Honda Sensing 什麼都是直接都有的 然後它這台也加裝了這個Moduro的套件 所以這個車子目前這樣子 看起來我覺得 你買這個S Plus來改這個Moduro還蠻漂亮的 其實入門版這個胎還比較帥 它是這種雙色還有這種亮亮的鍍鉻 非常符合這個跟車頭的風格 那你在旗艦版就是尊絕版Prestige 那個尊絕版 它反而是全黑的輪圈 全黑的有人覺得很不錯很殺 但是我覺得還是蠻多人會喜歡這樣子 有雙色的 然後有亮亮的這個輪胎的設定 好 你會發現這一次的腰線你看它是尖線吧 這是平的 但是它後座 它的後門的開口 這個門把仍然是坐在這邊 等於是隱藏式的門把 然後這個晴雨窗也是套件 好 那車尾的部分 你看它是貫穿式的這個尾燈 LED尾燈非常漂亮 那你亮起來的時候是連下圓都會亮起來 所以其實這個造型是很討喜的 現在很流行這種貫穿式的LED尾燈組 所以其實你整個直接看 就是你現場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車子質感是做得很棒的 這個也都非常的立體化 你會注意到很多的這種刻畫的細節是不錯的 那這個下巴也是Moduro的這個套件 然後你會注意到這裡側面就相當的平 這裡有一個後面的尾翼 而且你看這個尾翼是雙層的 這一層是黑色 上面是跟車身同色 後面也有一個雨刷 但是你會發現它這一面真的是斜喔 所以它其實在整個的造型上真的是蠻sporty的 然後呢這裡也有一個HR-V的標底 但是它的什麼動力 什麼1.5S啊什麼的 它都沒有寫在這裡 所以你從車尾看不出它型號 不過你從車的外型 你大概也就知道 它到底是尊絕版還是S Plus版 來我們看後行李箱 那後行李箱呢 這一台它並沒有電尾門 但是尊絕版就會有 而且它是有那個關了門 就自動上鎖的 有點像AVADUS的那種 離開就上鎖的功能 所以還不錯 那我們在後面也看到這個配件 就是一個防水的這個底座 這個應該也都是選配啦 那後面這裡有兩個LED的燈 然後整個空間 我們也知道這個車就是4米3幾 4330左右 所以它的後行李箱空間 其實你這個身手就可以拿得到 所以這個基本上大概三四百公升 你還沒有辦法跟真正中型SUV來比 因為畢竟它車長就是比較小 當然如果你以Fit來比較的話 當然它這個是跟Fit 是同樣一個架構出來的 所以它後座也有Ultra Seat 那它的空間當然就會因為車長 長了大概30來公分 所以空間就還不錯 所以對於一般的小家庭來講 我認為也是非常好的選擇 好我們來看一看 下雨天做什麼都麻煩 好發動一下引擎 我先把雨傘收著 好我們看車內 基本上我們知道 HRV雖然是跟Fit同樣的架構起來 但是你在車內的氛圍是完全不一樣 好 有一個是一樣啦 就是中間也有一個螢幕 然後其實設計的還算簡潔的 整個的操作版 然後它就沒有像Fit 有那個什麼隱藏的AE柱有沒有 好那我們這個入門版呢 跟這個尊爵版 其實整個的類號是一樣的 唯一比較明顯差別的不同 就是這個空調系統 在這邊入門版S Plus版 它只有單區的恆溫 那如果在尊爵版Prestige版本 它就是兩邊都有這個溫度的控制 就變成雙區恆溫空調 那這個儀表呢 這個螢幕呢 這個基礎上也都是一樣的 它與細選擇還蠻多的 然後它也可以使用Apple CarPlay OK 那很有趣的就是 它的這個螢幕的顯示 仍然是非常的怎麼講 老花言友善 我的意思是說 它其實解析度並不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Icon非常的大 那在中間的儀表 它就是使用雙環的傳統指針 加上中間一個4.4吋的一個 但是只有英文顯示的一些資訊 那在方向盤上面也 左右兩邊都有這個控制 那譬如說它的方向盤維持在這裡呢 它其實它並沒有到全速域 就是72公里以上 它可以讓你有方向盤 這個道路至終的功能 但是它的ACC呢 這次就真的是全速域了 因為它把這個時速30公里以下的 那個跟車系統也把它加上去了 而且你煞車插到提 前車離開的時候 它也會提醒你 前車已經走了 麻煩你就跟上 大概這樣子的功能 所以在基礎上這個設計上面 即使是入門的S Plus版本 這些安全系統什麼的 全部都是標配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那以選配的東西來講 你看這裡還有這個充電的 無線充電 這個在旗艦版就是標配了 但是在這個S Plus版 仍然可以選配 所以能選的像這些東西 甚至於還有這個後照鏡 它車內是可以選一個這種 電子的後照鏡 它的位置是貼在那個後窗戶的裡面 所以這個下雨的時候 結果你也把雨滴給顯示住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 這個車子應該不見得很需要 然後還有一些這種東西 這個是負離子 就是車內的過濾系統 其實這個好像在FIT上面也是可以選 那我們往下看 看到這個排檔 它仍然是這個PRNDS的傳統的排檔 這個等級就沒有 Sport模式加減檔 它也沒有後面換檔撥片 這個也是這個S Plus版無法選上去 這個在Prestige版本 尊榮級就是有換檔撥片 這個也是幾個差別 所以這些細節如果你真的比較在乎的話 你乾脆直接供比較頂規的版本 還有 下坡抖坡緩降系統 不錯喔 雖然這只有前驅板 沒有四輪驅動板 但是有這個輔助也還不錯 然後還有一個HONDA專門的E控 這個協助你 執行節能的駕駛 自我訓練 然後這個車子 一公升可以跑17公里 所以總算也是 雖然是NA 大家對它的動力覺得還不夠過癮 不夠好 121匹馬力而已 但是一公升可以跑到17公里 我想大家也是會覺得還不錯的 再來 還有一個這台車有趣的特色 你看它的空調 是在這裡 這邊這個橫槓是假的 就是沒有用的 就是裝飾品 主要是出現在前座會有這四個出風口 但是它的操作模式左右可以選 它在這邊可以旋轉 最下面是關起來 右邊或是側面這個是 這邊也可以出風 然後往上轉呢 這個就有趣了 它會把 兩側比較靠外的這個風 風量關起來 然後變成風速 這種L型的風速 會吹向後座 吹向後座沿著這個B柱 跟頭枕之間這裡 傳送到後座兩邊的 這個駕駛乘客 不是的乘客 讓他們比較快一點 得到後座的這個冷氣 涼快一點 我覺得這個idea就還蠻貼心的 即使後座也有冷氣出風口 等一下我們到後座可以 給大家再仔細看一下 還有再來就是這個座椅 嗯 他們很強調說這個座椅是一個 可以支撐的很不錯 其實我對HONDA的椅子也是 也是歐落到的 也是佔育有佳的 就是它的支撐力是非常足夠 然後這個 可以讓你長時間坐起來 不會不舒服 不會腰痠背痛的設計 你看 這次它的頭枕的 這個位置也非常的得宜 然後在寬度 還有肩膀的支撐也都非常好 然後椅面也足夠長 腿部的空間也是很好 雖然沒有很多更細節的調整 而且都是手動調整座椅 但是 以這種小車 然後以這種的設計 我覺得 是相當不錯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後座 嗯 這一代的HRV後座的 腿部空間 據說 比上代又增加了3點多公分 欸 真的欸 你看 超過兩個拳頭 所以這個空間上面 相當不錯欸 頭部空間是稍微小一點點 因為它的真的 這個鞋 還是有往下斜的車頂 一點點 所以 以我的身高 如果這樣子正經為座的話 它大概只剩下一個指頭 多一點的 頭部空間 好 就幾乎 撐一下就要頂到 但是 腿部 大腿的支撐是非常好的 座椅呢 它並沒有 沒有那個微調的空間 輕斜角度 是固定的 但是 你看 當它放下來的時候 它是跟整個尾箱 是保持完全平整的 為什麼 因為它的座椅 就是 Ultra Seat 對不對 這是在FIT上面 以及上一代這個 等於是他們這個家族的 最大的 椅器 所以你看你可以這樣子摺 它的椅墊是可以直接 相對的 降下來 所以這是完全平整 大部分車子倒了以後 都還會有一個傾斜角度 對不對 但是可以做到完全平整 而且 你也可以把它拉起來 這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這種Ultra Seat的設定 當然左邊兩個椅子 都可以這樣做 所以這個 在空間的利用上面 真的是 HRV和FIT的 非常棒的優勢 這邊也有兩個杯架 然後 它冷氣出風口 是盡量也是希望可以往上吹 所以在這個斜面做的還蠻斜的 希望可以直接吹 就是吹到 後座的這個脖子的部位 差不多耶 然後呢前座的那個 那個風呢 我看看有沒有感覺到 我還特別 把風速加強了一點 喔有 這邊是有點點風 真的可以從前座那個L型的 出風口 就是你把它往上調轉成擴散模式 這裡是感覺到 風的喔 所以還不錯啦 就是對於這種空調的布置 也顧慮到了 後座的乘客 相當不錯 那 後面這裡也有兩個 充電口 一個是Type-A 一個是Type-C 那這裡底下還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這個空間放飲料好像不太行吧 可以耶 但是是乖乖乖乖的 但是它在門上面也有一個飲料的 這個置物空間 這相當不錯喔 所以如果你真的 中間也有坐人的話 當然第三個人坐中間就更辛苦了 哎呀 這椅子突出來 我的腦袋就頂到天了 那這邊並沒有完全平整的 國嶺地板 只有突出來一點點是還好 所以空間的話 我覺得四人做是OK 而且小家庭的話 是相當充裕喔 以這個車只有四米三幾的空間 的車長 然後 軸距2610mm 這樣子的配置 可以把空間發揮到怎樣 我覺得整體上 仍然是很有HRV的優勢 好那我們現在出發 來單邊方向盤 一圈又大概120度吧 差不多 所以我們 這個CVT的變速箱 加上1.5NA 121匹馬力 好 起步加速 正如大家所預期 有沒有 有沒有聽到聲音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CVT變速箱的特性 而且它對於 引擎式的噪音 也沒有非常非常認真的去壓制 可能還是要 希望大家有一點這個 引擎式的怒吼 這一代 這個 跟上一代HRV一樣 這種聲音是很明顯的 好 而且 說實在啦 雖然它的動力只有121匹 但是121匹馬力 你也不能說非常小 對不對 因為這個車子 1200多公斤 我記得是1270左右 其實也不重啊 所以它跟FIT比起來 這個 同樣的 這種 架構的 那FIT是 汽油板 我記得是1110幾公斤 所以它仍然比FIT的汽油板 重了150幾公斤 那你以1.5的引擎 然後又可以 這個 1公升有17公里的這種油耗 我覺得以一般 經濟實惠取向的 這個用戶來講 我覺得是可以的喔 那可以 當然啊 有很多人說 為什麼你1.5不上Turbo Turbo 你就到CRV等級的動力去了 CRV那麼大一台 對不對 這台才4米33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不同等級 那整個開起來 我覺得它的行路感 跟FIT又不一樣 我們那時候試FIT 我們覺得說 小車可是它的行路感很精緻 有沒有 連銀髮族都會喜歡的一台車 然後它的地面的隔音是不錯的喔 尤其又到了這個 是EHAVE那個車子的時候 哇 那真的是 大家都非常喜歡啊 那到了HRV 大家認為這個動力上面 貨油不足 但是它的行路感 也跟FIT不太一樣 差在哪裡 我覺得它是比較走Sporty一點 也就是說它稍微的 懸吊會調的比較 稍微硬朗一點 而對於吸收碎震的 這種溫柔度 不會像那個小柴一樣 這麼的細膩 開起來這麼的舒服 所以在這台HRV的表現上 它真的是比較Sporty一點 那我剛剛聊到 就是在電氣化的這個過程 跟新任的社長有稍微談過 就是 HRV的EHAVE會不會上 那社長告訴我的回答是說 它沒有辦法像FIT一樣 三個月就給你EHAVE的版本 但是 但是 他們在努力 他是說沒有辦法三個月 可能 久一點就會有 因為呢 現在 HRV在歐洲 是全部都是上EHAVE的版本 就是電油的版本 所以它在產能上面 真的很有限 因為這個車在歐洲賣得非常的好 因為就純粹的EHAVE 那在亞洲呢 在供應上面 真的就是 電池產能不夠 他們已經很聰明的 用這種 汽油帶動 來發電給比較小的電池 所以讓它的電的部分 電氣化的車子 可以比較不用依賴 在需要那麼大的電池 但是呢 仍然是供不應求 所以 如果你還可以等的話 你可能再等個半年一年 你就可以看得到 這個HRV的EHAVE 這個是 我的 算獨家消息嗎 我也不知道 反正算預測 另外一個 大家會覺得說 HRV 怎麼這個車子 只有1.5NA EHAVE 1.5 好像也 不太夠吧 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 最近有一台新的 Honda休旅車出現 它叫做 ZRV 本來我以為 它是只有在美國 會發表 但是呢 中國的廣汽也生產了 他們也是 有小 而且那個車子 車廠已經到了 4米 6幾了 然後軸距呢 已經到了 28多多了 27多 28多 對 也就是說它的尺寸 已經變成了 現在CRV的尺寸 新的CRV 我們不斷的在揣測 它什麼時候會出來 新的版本 對不對 但是估計CRV 大家一致的 估計是它一定會 變大 變七人座 所以 我剛剛講的那台ZRV 它基礎上符合的就是 它用Civic的平台 那現在目前 我們並沒有講說 目前的CRV是Civic的平台 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子 對比過 因為它的內裝設計 什麼的 也都不一樣 但是 你在新的那台ZRV上面 你就可以看得到Civic的影子 這個也間接的驗證了 之前的傳說說 11代的Civic 有可能 重新回台灣 而且 是以一個五門先輩的形式回來 這樣是不是對上了 所以 ZRV 它們現在已經漸漸被視為 一個全世界戰略車種 所以以後呢 對於RV這些車款來講 Honda 不退反進 不是 要越來越強大 本來只有 HRV跟CRV兩個車型的 以後會多 第三個車型 就是CRV長大了 中間多一個ZRV 然後就是4米3級 4米6級 CRV呢 當然就4米8級了 7人坐 對不對 大家有沒有想到 對 好吧 我們這樣子的推論 現在都不是定局 大家 每次去問日本人 他們總是說 我們現在還不能公佈 但是有可能 我們都在努力中 這種回答 我剛剛預測的 大家就拭目以待 看看 真的 以後會不會變成 三車系 就是 HRV ZRV 再來最大的是CRV 好 至於這個Honda Sensing 它前面也用了這個比較寬的 100度的 視野的 這個攝影機 所以呢 它這次也是跟FIT一樣 完全靠攝影機來做 包括這些車道偏移 還有ACC 還有這些控制 所以這也是 可以把成本降低 然後 而且 它在這個AI 人工運算精確的辨識上面 這次也把這個摩托車 台灣最多的小綿羊 把它 行人 自行車 摩托車 汽車 等等 都列入了這個緊急煞停的輔助系統 的這個辨識裡面 不過它仍然還沒有到這個 對於車速的控制的辨識吧 目前沒有這樣子的東西 好 那我們來測一下它的ACC 跟它的這個 車道 車道維持功能 那這個功能呢 車道維持 它跟 ACC是分開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那個方盤 這個開著的話 只要車速足夠 它就可以產生這樣子的 車道至中的輔助 它在這邊的功能 你要先把這個開啟 然後再按設定 你如果是停止 像我現在是靜止的時候 我就先按了設定 它就是最起碼就是從 時速30開始 然後它現在告訴你 我現在停著 因為我在紅綠燈的時候 我就可以預先設定 來看一下 有了 它說前面的車子已經加速了 好 現在呢 雖然下雨天 我們還是測一下它的這個 ACC在高速行駛 還有這個Honda Sensing 這個 車道至中的功能 有我們現在 跟著前面的一台卡車 然後把車速設到100 那跟前車的距離 有四段可以去調 因為前面是卡車 我還是不要調太近 調兩格好了 這是我可以忍受最大的限度 有 時速上的72公里以上 你就可以感覺 方向盤真的有在幫你做 唯控 所以還是 它也不是那種非常 強迫式的 這個轉向輔助 但是你會一直感覺 它有在幫你 拉一下拉一下 我稍微放手 它轉向力道並沒有很 很強大 就是會非常的 要支配你的轉向那種感覺 但是就是OK 不斷在提醒你 那你如果 稍微的鬆開手 你也感覺它可以 很明確的把你的車子 維持在車道中間 而且這個是只靠攝影機的喔 所以表示說 這個視角100度寬的 新型的這個攝影機 我們玩攝影的人 就覺得100度也沒多寬 對不對 但是它要辨識 以往就是辨識車道線的話 它的視角不用那麼寬 它現在弄到100度寬的話 是稍微的可以辨識的路上 對於安全性上面是會更好一點 譬如說我剛剛有說 它可能可以辨識其他的車子啊 這個行人啊 然後自行車啊 甚至於小綿羊 摩托車等等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你看以現在感覺 我們都覺得好像視線不太好的情況 它仍然可以很準確的判斷這個車道線 所以它在整個控制系統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然後它的那個車速的控制 我覺得也相當的漸進喔 會非常符合你的心理的預測 所以還不錯 所以這台Honda Sensing 重點就是它有全速於SEC了 不過車道維持要72公里以上 然後呢 我們上次試Feed的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說 哎呀那個寧靜工程真的做得不錯 但是至於這個HRV呢 可能今天下雨吧 我總覺得本田魂又回來了 哈哈哈哈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其實你會很清楚的聽到這個地面輪胎滾動的聲音喔 尤其坐後座也更明顯 剛才我們Pan A邊跟我說 我講話聲音它都快聽不到了 什麼啊 我嗓門這麼大的人 你跟我說講話聲音聽不到 你是要帶助聽器是不是 哈哈哈哈 我的意思是說 它其實真的輪胎的滾動噪音 還有這個引擎的聲音 都還是跟以前的HRV 我覺得還蠻相似的啦 你玩好聽就這樣 就是還不錯 蠻Sporty的 你可以感覺到地面的互動 然後呢 你也可以從方向盤 這種比較稍微 有點手感的操控中 感受到這台車真的 比FIT比起來呢 這台是真的比較Sporty 比較有運動感 雖然動力沒有很強 但是超駕駛上 還是蠻有樂趣的 好 好 記住五月天啊 本來應該是澳熱的沒雨季 結果天氣突然涼了起來 哇 還有我們這支試車 在拍攝上面 也遭遇到相當的困難 那我們左邊這部車 你們的右邊 這部車就是Prestige尊榮版 那我們同時也是 同時把它開出來 你會注意到它的整個 車頭的水箱罩 它是沒有邊框的 然後就好像沉浸在整個的 前面前臉裡面的 像百葉窗一樣 不過這個顏色還不錯 那 發表會 預賞會的時候 那個白色的 你會覺得更像是 這個車前臉 有個百葉窗的樣子 那我是覺得 因為我們現在試車的過程 五月中 售價還不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 因為其實HRV這個 之前的版本 在四月的時候 就已經完售 而且是沒有銷售 就已經賣光了 所以到目前為止 新版的HRV 他們也沒有車可以賣 所以它現在 已經在預接 但沒有錯 但是事實上 實際的售價 他們也都還在 還沒有公佈 預計要到六月份 會折個即日 來公佈一下 但是你也知道 FIT就是75萬到80萬之內 那這個HRV 理當大概在80萬以上的範圍區間 那麼我們講這個競爭對手的話 大家自然而來一定會想到 Toyota的Carola Close CC 但是相比來講的話 那一部Carola Close 基礎上它是4米4 而且它的動力是1.8 還有1.8 Hybrid 所以它在選擇上面 是比較多樣化 當然 它的HRV的頂規版 也快要到100萬 到99萬多 那這兩台呢 當然這個Toyota的Carola Close 它CC 它的空間 尤其是車尾的 車室的行李箱空間 可能 是還會再更大一些的 但是呢 在車內的變化 這個Ultra Seat 也是非常的厲害 是不是 所以 這個各有所長 各有所好 那如果是 這個S Plus版 跟今天這個 尊榮版Prestige 要如何選呢 我個人倒是覺得 如果你不在意三個東西 第一個 電尾門 第二個 換檔撥片 第三個 前區的 恆溫 雙恆溫空調 雙區恆溫空調 的話 那其實你買這個入門版就好了 其實 其他的東西都一模一樣 大概都差不多 其他的 你就可以靠選配把它選起來 包含這個數位後視鏡 你要充電 它也是可以選配上來 無線充電 其實 然後在輪圈的尺寸上面 兩台車也都一樣 215 60 R 17 吋 那入門版 反而還有這個鍍鉻 亮亮的 對不對 所以 它這次的策略 你就會感覺到說 它不會把這兩個車型 分得非常的開 它可能價格區間也不會太遠 它可能可以讓某些人 可以走這種比較 設定比較入門 但是呢 你可能價格可以低一點 可是 它反而加了一些套件之後 會更活潑 這樣子的屬性 那這兩者的價差 我差異不會太大 所以 大家怎麼選 其實因為價格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到 目前的HR-V 它就是會定位在 以FIT為基礎的 CUV 所以它4米3的 這個 車體 那以後 CR-V 我相信它真的會長大 我們看到很多資料 長大變成7人座 可能4米8幾吧 然後中間這個 控出來的 ZR-V 大家就拭目以待 因為 日本人做事都這樣 他絕對不會透露什麼 東西給你知道 那國外有些新消息 因為 5月19號 這個日本的 日本的 ZR-V 也要發表了 所以 我們很可以相信的是 這三台車 就會變成 Honda以後的 RV軍團 好 不知道准不准 大家拭目以待 好 我是Kevin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回再見 幫我們訂閱 分享 分給好朋友 如果他對Honda的 休旅車系 很有興趣的話 一定要看我們這一集的分析 好 下回再見了 拜拜 我們下回再見 我們下回再見